英國將於19日解除疫情封鎖海特王飛隔離 放鬆國際旅行呼聲高 拜登政府面臨解封壓力 一年內第四次雲南瑞麗又出現本土確診 全民測核酸 紐西蘭議員打破政府禁忌 狠批中共活摘器官 專家警告東京奧運會面臨潛在網絡攻擊風險 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發聲明 《Eni Mulu》木齊大屠殺12週年 MING PAO TORONTO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越南新聞主持王曉祥 首先感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時間7月6日星期二 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紐西蘭執政工黨國會議員華爾7月5日公開指控 中共當局活摘法輪功修煉者 和維吾爾族人的器官 並批評中國的勞工問題 要求紐西蘭政府對中共採取強硬態度 工黨的風格向來避免批評中共 華爾的言論引起各界關注 紐西蘭國家廣播電台5號刊登一名標題為 《工黨議員打破本黨界限指控中國活摘器官》的報導 報導引述華爾的說話指出 中國正常演出人民被強迫活摘器官的事情 包括心臟、肺、眼睛和皮膚等 都是全球器官黑市交易需求的對象 中共活摘了被關押囚犯的器官 其中包括良心犯 例如維吾爾族人和法輪功修煉者等 他說我們知道他們被當成是奴隸 我們知道他們被活摘器官 華爾引述的是英國律師尼斯 在2020年3月就中共活摘器官問題發表的調查報告 尼斯曾看多中國際刑事法院案件擔任律師 並自2018年起主持由人權團體發起的針對中共涉嫌反人類罪行 而在倫敦組成的中國法庭 以國際人民法庭形式調查中共活摘器官問題 調查指出 中國持續發生政治反被活摘器官 不少人因此慘死得無法形容 而被活摘的器官被指已經流到國際黑市器官交易市場 華爾建議紐西蘭政府需要推動立法 以確保紐西蘭人接受器官而即時 器官不得來自中國或任何無法證明捐贈過程 符合倫理規範的國家 報導指出 華爾公開要求紐西蘭政府強硬對待中共的言論 與工黨向來避免批評北京的作風大雙敬庭 英國將於19日解除封鎖措施 英國凱特王妃的親密接觸者確診 目前凱特正在自我隔離 英國首相約翰遜在英國時間5日下午召開記者會 宣布7月19日將會實行新版的防疫措施 取消強制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等限制 但他亦強調疫情仍未結束 確診病例正在快速增加 預計19日前單日新增確診病例數將會攀升至大約5萬宗 約翰遜表示7月19日起 英格蘭地區的夜店等夜生活場所將會重新營業 政府不再限制室內聚集的人數 建議民眾居家上班的防疫指南也將廢止 同時英國政府將會繼續篩檢和追蹤確診者 但已經完整接種兩劑疫苗的人 如果接觸了確診者可以豁免隔離檢疫 約翰遜還說英國將不得不學會與這種病毒共存 而之前他曾將COVID-19描繪成需要被征服的敵人 約翰遜還坦然自己會繼續在人多的地方戴口罩 英國的確診病例數正在上升 染疫住院人數也在增加 染疫死亡人數雖然也有增長 但持續維持在比較低的水平 英國星期一通報新增24248宗確診 15人死亡 另外英國皇室表示 一名與凱特王妃接觸過的人病毒檢測呈陽性 因此凱特王妃正在進行10天的自我隔離 凱特原定星期一與威廉王子一起 參加慶祝英國國家衛生局成立73週年活動 威廉王子與凱特王妃5月都接種了第一劑疫苗 威廉王子去年4月曾確診感染 隨著歐洲向美國遊客開放邊境 以及美國的疫苗接種率不斷上升 美國公共衛生專家、旅遊業團體和教育部門 向政府施壓要求重啟國際旅行 據《國會三報》7月5日報導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表示 美國正在徵求醫學專家的建議 同時正在與歐洲官員努力磋傷 但批評者表示旅行禁令無法押止COVID-19的傳播 反而會因無法進行國際商務旅行、度假和學生入校等造成收入損失 因此敦促拜登政府需要加快行動 美國入境禁令針對的是來自中國、伊朗、歐盟、英國、愛爾蘭、巴西和南非的旅客 4月印度病例激增後 拜登政府禁止遊客從印度進入美國 上個月歐盟對美國遊客開放了邊境 但美國還未就護衛決定發表任何聲明 布林肯說他還無法確定具體開放邊界的日期 但專家表示 美國選擇入境禁令針對的國家是很主觀的 美國喬治城大學法學與奧尼爾國家和全球健康法研究所的負責人 戈斯汀表示 到實施入境禁令政策時情況已改變 例如當印度或巴西的疫情大規模爆發引起國際關注時 這些國家的遊客早已在美國進進出出 戈斯汀敦促拜登政府考慮採取機動措施 一方面允許國際旅行 一方面加強公共衛生安全措施 他說我們不能生活在泡沫當中 正如其他國家承認的那樣 我們將不得不開始國際交通、旅遊和貿易 我們要安全地做到這一點 最近雲南瑞麗中共病毒疫情升溫 瑞麗市要求全員核酸檢測 並要求所有人員非必要不要進出瑞麗 並警告騙區的居民已實行居家隔離管理 7月4日中共雲南廠衛健委通報說 雲南新增3宗本土確診病例都是男子 2名是中國籍 1名是緬甸籍 這3名患者都在瑞麗市全員核酸檢測中被發現 通報沒有說明患者的情況及行動軌跡 外界普遍認為中共官方公布的數據不實 有瑞麗市民對大紀元透露 人流較密集的彩雲城因為患者去過而被封鎖 所有店鋪關門 有網傳消息 雲南今次疫情是感染了Delta變種病毒 瑞麗市疫情防控指揮部發通告說 7月5日上午8點起 瑞麗市主城區遠丁片區範圍內 進行全原核酸檢測 要求不漏一戶不漏一人 通告還要求所有人員非必要不要進出瑞麗 大橋禁止通行 特殊情況需要進出的 需要視指揮部發放通行證出入 據雲南宣傳部官方微博消息說 7月5日上午瑞麗市啟動突發公共衛生事件 三級響應 關閉離稅通道和線上離稅審批功能 有網傳影片顯示 當地交通已封鎖 瑞麗市是中國著名的邊境城市 今次疫情是自2020年9月以來 該市第四次出現疫情 之前有兩次瑞麗市都採取了 極其嚴格的封鎖措施 瑞麗市區所有居民需要居家隔離至少一個星期 居家隔離期間除了超市、弱店、農貿市場之外 該市其他經營場所一律停業 東京奧運預定將會在7月23日開幕 專家警告 這場全球終目的運動賽事 吸引了很多國際黑客的關注 主辦方必須要留意勒索軟件等潛在的網絡攻擊 網絡威脅聯盟首席分析觀瞻金斯對國會三報說 奧運對任何國家來說都是巨大的機會 但任何沒有與日本結盟的國家 都可能認為這是一個機會 通過網絡攻擊讓日本難堪 網絡威脅聯盟在一份報告中 詳細說明一系列針對奧運的潛在網絡安全威脅 包括虛假信息活動、勒索軟件攻擊和數據洩漏等 國會三報指出2018年平昌冬季奧運會就遭受了俄羅斯黑客的重大網絡攻擊 美國司法部在去年10月起訴了涉嫌參與網攻的俄羅斯軍事情報局六名成員 並說這些攻擊可能是體育仲裁法庭對俄國運動員被控使用輕憤劑 禁止代表俄國出賽的報復 由於該禁令俄羅斯黑客被視為東京奧運的最大威脅之一 網絡安全公司也發現俄羅斯軍事情報局探測日本網絡的證據 國會三報表示除了可能來自俄羅斯的網工 另一個潛在的威脅是對奧運會或第三方供應商的勒索軟件攻擊 據日本放送協會6月25日報導 日本奧委會在2020年4月曾遭到勒索軟件攻擊 奧委會沒有支付贖金但花費了大約3,000萬日元 約合27萬美元來更換大約七成的電腦和伺服器 奧委會表示當時因為沒有數據洩漏 因此並未對外披露這個事件 總部設在德國務尼克的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 7月4日發新聞稿 紀念2009年發生的烏魯木齊大屠殺12週年 而2009年7月5日 新疆烏魯木齊街頭爆發大規模的抗議示威活動 隨後被中共鎮壓 根據中共統計 事件造成197人死亡 死者多為漢人 1,721人受傷 但世維會就認為 維族人的死亡受傷和失蹤人數高達幾千人 在中國這個事件被稱為新疆七五事件 但世維會和海外維吾爾族團體就稱為烏魯木齊大屠殺 世維會主席艾莎在新聞稿中表示 2009年7月5日以來的這些年裡 維吾爾族人發現他們所有的根本權利都被剝奪 而今日我們更加面臨種族滅絕 世維會呼籲國際社會在烏魯木齊大屠殺12週年 和中國共產黨建黨8年之際 要從過去的錯誤當中吸取教訓 竭盡所能不要讓施暴者逃脫懲罰 另一方面 新疆當局也在7月5日 在北京舉行記者會 為新疆的教育培訓中心和太陽能企業 涉嫌強迫勞動的指控辯解 聲稱新疆的教培中心是具有特殊性質的學校 推動所謂去極端化工作 不是監獄或集中營 教育培訓中心被外界質疑是再教育營 涉及強迫勞動引發很多國家關注甚至制裁 今年1月 前國務卿蓬佩奧宣布 中共政府對新疆維吾爾人進行的大規模鎮壓 是種族滅絕及反人類罪 今天的報導就到此為止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留言、點讚、分享及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